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创业计划书有关的你准备好了没 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来讲 创业计划书其实它就是一种表征 一种文件一种证明 证明说你已经针对这个东西思考过好几次 那从你创业计划书的完整度的时候 或者从你的创业计划书格式对不对 可以知道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些创业的有效思考 我们今天强调是一个有效思考 那什么叫无效思考呢 无效思考就是你的错误很容易产生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按照这样做 你的风险会很大 所以我们常说育成中心它其实最主大的功能就是有三个 第一个能够帮你避免很多错误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就是帮你找伙伴 第三帮你找联盟 那后期部分的时候有包括一些生产或者创造市场 那是它的功能应该不只是一个房东的功能 可是目前大多数育成中心都只是做到房东的功能 所以说如果说假设你跟一个新的合伙人 假设这个人要跟你合伙 我这个人要提建议你 希望你投资的话 那你今天你就要一份创业计划书 那这个如果说这一个举办 我们讲是这个想创业的人 他虽然有过很多次经验 但是他如果都没有写过创业计划书 代表他一直用的都是自己的钱 或自己亲人的钱 为什么 不然怎么可能会没有写创业计划书呢 那创业计划书里面有很多共识跟假设的建议 那你当你看过这个东西 你看过创业计划书 你才可以知道 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个很知名的创业公司 他曾经提到 他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一分钟去描述说 一个新创企业到底好不好 看的就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这市场 那他强调这个东西就好像是 他以盖房子做比例 也就是说这块土地本身 是不是沙地 或者说我们今天讲 这块地是沉溺地 是烂泥 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市场足不够支撑 那第二个部分他讲地基 他说他觉得说 其实市场是不能改变的 是可以观察的 可是地基是可以建立的 那地基就是所谓的人才 所以同样的 我们今天在看创业计划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所谓的共识跟假设 那在不断修正创业计划书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很多版本 其实很多人 他在看到很多人创业计划书 都是最后的版本 那最后的版本有一个缺点 就是会让你失去信心 如果其实你看过 同一个版本里面的 之前的好几个版本的时候 你就可以建立信心 也就是说基本上 很多版本都是不断地修正 经过时间 可能经过两个月 三个月 半年 两年 一年 甚至我们今天讲一句难听 可能成功后才开始在写 这个事业计划书 有这种可能性 其实很少有人有办法说 在这个时点里面看到三年以后 发生的事情 那你看到这么多版本的时候 你才可以发现说 有为者亦落实 你才可以有信心 也就是说 人不是第一次都变得完美 那在这种写创业计划书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要创业 你就要写 那除了你自己写 你也要逼你的合伙人写一份 也就是你合伙人写 或者你主要干部写一份 你自己也写 改 我们今天讲 修改创业计划书 是一件很必然的事 直到 直到你筹资成功为止 那这个就有点类似说 我们今天讲创业有1000个主题 类似 那其实1000个主题 包含前面999次的失败 加上最后一次的成功 其实我们今天讲 失败其实就是代表 那一个主题没有学会 所以其实你只要把创业过程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学会 或者我们今天讲创业过程几个重要的主题数学会 理论上当你不再失败 其实就等同你已经成功了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